請坐 請坐 各位學員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 會不會覺得很累 不會 精彩刺激 那我今天的題目是台灣重建 我會盡量用華語 因為我知道說在州 有高砂族 然後我們有一些客家鄉親 所以我盡量用華語 首先我要拿一個東西給大家看 這個東西你們都很熟悉 可是呢 大概美國日本對這個東西不是很熟悉 這是今天早上 我來 我們中央會館的路上 我給一個阿婆買的東西 綠蘭花 我們台灣人 每一個人都很熟悉這個東西 你在 主要的街道上面都看得到 一些阿婆在買這些東西 還有人在發傳單 那我心裡其實是很沉痛的 我想要藉這個機會告訴美國 跟日本 因為你們在過去六十多年之前犯了一個 錯誤的決策 尤其是美國 我們台灣今天有很多人在賣這個東西 我要趁這個機會告訴美國說 台灣是怎麼被摧殘的 這個東西 二十塊錢一個 他是由一個歐巴桑 大概七十歲 瘦瘦小小歐巴桑的 站在路口賣這個玉蘭花 那我要告訴美國人說 你們知道那個路口有多少車輛經過嗎 一天有多少車輛經過嗎 他每天要吸入多少的廢氣 這個歐巴桑 這個路口在 百林橋跟承德路的交叉口 如果駐台北的人對那個路口一定很熟悉 他接到車輛多到什麼程度 我要告訴美國人 他的車輛多 多到跟Hollywood Boulevard Sunset Boulevard 的車子一樣多 就是美國好萊塢的日落大道 跟好萊塢大道那邊的車子一樣多 跟紐約Madison Square 麥迪森廣廠的車子那麼多 如果日本人的話 我再給他一個概念 跟日本東京的六本木 六本木 銀沙銀座 新宿新宿的車子那麼多 請美國人 你們好好的想像 想看看 一個七十歲的老人 站在街口 他從早站到晚 每天超過八個小時 我用二十塊買這個玉蘭花 他賺大概不到五塊錢台幣 二十塊錢等於多少呢 美金 大概 七毛錢 七毛錢 六十錢或是 七十錢 大概是這個價格 他一天要賣多少錢 他才 他才足夠養活他自己 還有 他要賣多少錢 他可能回到家裡 才有辦法去養活他家裡其他的人 我們不得而知 我不曉得 如果今天你美國人 你看到自己的鄉親 站在街口 他必須 去承受這種生活的壓力的時候 你們美國人自己受得了嗎 就是因為你們六十多年前 犯了一個錯誤的決策 我們今天台灣有很多的 老人家站在街口 賣這個玉蘭花 所以我要很鄭重告訴美國 請你們趕快進來台灣 其實我今天不想講這個東西的 請你們 請你們 承認你們犯的錯誤 趕快回來台灣 不要再讓中國的政權 糟蹋台灣 把政權還給我們本土台灣人 讓我們自己來照顧自己的鄉親 我們不要一群貪污的政權 我們不要一群貪污的政權 所以我還是要從一再的強調 我們希望他們趕快進來 當然我們在座大家還 一定要繼續努力 因為這都是我們自己的長輩 在每個街口你都看到 還有人在發廣告傳單 我一般來講我都會拿 我大概90%我都會拿 因為他們廣告傳單沒有帶 沒發完的話 他沒有辦法回去 老老少少都有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被摧殘的很厲害 我們有能力的人 可以坐在這邊 然後 去做很多事情來養家活口 可是 你看到街上 半夜還有那個歐巴桑在推車 我相信你們大家都沒看過 你看那個每個身體都很瘦小 然後三更半夜 十一二點 大家都回去休息了 他要去撞那個抓生腕 拿紙箱去賣 他沒有辦法好好休息 可能他累到 一回家就要睡覺了 這些人基本上 我也不認為他們付得起 健保費 或是任何的保險 這個就是 我們台灣目前的狀況 我很想 幫助他們 之前我每次看到我心裡都很難過 我很想幫助他們 可是 我真的說起來 我們一個人的力量就有限 但是很高興我們現在 有這麼多人來加入 我也要請大家 不斷的想起我們周邊 有多少人在受苦受難的同時 我們繼續努力吧 把我們的力量集結起來 讓大家回到一個 真正有品質的生活 這樣好不好 好 這一頁就是我剛剛要講的事情 那 有一個地方我要講一個價值觀 價值的問題呢 在台灣就是說 目前損害得很嚴重 基本上 國民黨來到台灣以後呢 他傳遞了我們一則 很不好的價值觀 就是交換性的價值觀 什麼叫做交換性的價值觀呢 就是說 像今天我們去廟裡 要拜訓 到教堂去 祈求上帝等等 我發現台灣人漸漸有一個現象就是 都會跟神明說 你如果給我什麼東西 我就會回來幫你拜 你如果對我怎麼樣 我就會買什麼東西 會買更多的蔬菜水果 會買更多的東西回來拜 但是這個觀念是錯誤的 因為 因為這種交換式的思考式 其實是中國那邊帶過來的 他 沒有真正尋求一個心靈上的平安 所謂心靈上的平安 就是說 我們在 祈神拜福的時候 我們本來就是要 心靈上的平安 但是 怎麼會變成一個你要去跟他交換呢 變成一個物質的交換 如果這些神明他 跟你做物質的交換的話 其實他就不是神明了 所以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價值觀一直被摧毀 摧毀到現在就是說 政治上也是用交換的 用權利交換金錢 用金錢交換權利 用產媚交換權利 金錢 這些等等 所以 這種價值觀一旦被摧毀以後 我們整個人文社會的價值 自然就會崩潰 但是 我們想看看我們過去 做了這些事情以後 我們如何把它回復過來 就是要知道就是說 今天我們不管做什麼事情 包括 來到台灣民政府 大家都是高興和高興的 但是這個交換不是說 你今天來 你可以賺很多錢或是當什麼官 而是說 我們有一個信仰 這個信仰在哪裡 對我們土地的信仰 對我們人民的愛 跟土地的信仰 當我們在建立這些的時候 你就知道 其實我們的付出 不是條件式的付出 那回到台灣民政府來的時候 我認為這價值觀我們就應該普遍的建立起來 那不管在未來 或是從現在開始 作為我們一種忠心的信仰 慢慢把 從我們這邊呢 播出一個很好的種子 慢慢把台灣再重新建立起來 那 接著呢 我要說地方公益 其實地方公益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賣玉蘭花的那些歐巴桑 然後 在街頭發廣告傳單 那還有推著紙箱這些 基本上如果說我們一旦執政呢 我會在第一時間呢 請求 所有我們的地方人員呢 去普查 包括各位的街坊鄰居去看一看 到底有哪些人 他目前還需要救助 這個救助也包括 一些家庭 他生活在困苦當中 之前秘書長有說過 有很多小孩子錢交不出來 他還要 他那個助學貸款的部分 這個我們都要作為第一波的救助 那 我就不懂為什麼 現在的這個流亡政府呢 你借小孩子去念書 借錢給小孩子念書 你還要跟他 算利息 那你這個政府是在做什麼 商業行為嗎 那你開公司就好啦 你幹嘛去當一個政府 所以這種不合理的現象 秘書長 一旦我們執政以後 這些小孩子的助學貸款 全部免費 全部不用還 這個才是我們要走的方向 那大大小小 我們台灣很多人 目前 生活都很困苦 所以 各位都是台灣民政府的 重要的幹部 你們一定要到 你們所在的每個地方 附近 你們所知道的 趕快回報過來 我們會想辦法去幫助他們 我們會想辦法去幫助他們 這是第一波的救助 那其他還有很多社會的公益 包括 我們對一些 身體成長不方便的人 包括視障啊這些 我們都可以看到 其實他們的生活真的很辛苦 你要想看看 他們平常 他們四肢就已經有障礙了 還要出去 生活 當然不是說這樣子不好 而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要付出 比別人更多的努力 那我就不知道說 為什麼現在政府呢 他這點都做不到 寧願 寧願去養那些中國學生 跑來台灣 一個月可以領三萬五 還有很多人 假借考察的名義 用各種的頭銜進來 每個月都補助給他們很多錢 前一陣子還說 健保要免費 然後上禮拜 還是那些退休將領 那些流亡政府的將領 還說要造反 我跟你說 如果這個現象 在民政府執政期間發生 一律以叛國罪起訴 你這個公然叛國啊 結果現在政府都沉沉了 為什麼 因為那是他們的人啊 他就賀你們台灣人的錢 你們台灣人的事最好啊 錢都偶偶來花錢 我管你什麼 我將你一個月可以領到十幾萬 什麼事都不用做 他可以在那邊做威作福 我們台灣人 現在七八十歲 七八十歲 歐巴桑 歐梨桑 很多人還在政產 姑且不論他們是不是 目前在享受他們這種 農村生活的快樂 但是 最起碼 你要對這些人有一個 基本的尊重 我們的農寶 或是說 農人老人 老人年金 要個幾百塊 他們就哇哇叫 這個叫做社會公義嗎 那個叫做社會不義啦 那有實在有夠空 越想越說越想越想 講到最後呢 我很想衝下台去跑到總統府前面 我今天把這整個事情做一個連貫 那包括一個教育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呢 是我們台灣目前 也是面臨最大的教育問題 那個最大的問題 因為接下來的所謂的 第二代第三代呢 其實他們都問了 忘記了自己本身文化 價值存在的重要 首先呢 我會做一個語言的教育 語言的教育 如果在新竹州的話 我會以客家化為主 客家化會定為 在所有的學校裡面 從小學開始 中學都是母語 其他還有必修的課程 必要修的課程 包括我們現在說的一些 然後英文日文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因為語言是文化的根本 你沒有語言的話 沒有語言存在的話 文化很容易就被消滅 現在我們的情形就是這樣子啊 大家應該都有感受到啊 小孩都不會說台語 小孩不會說客話 這情形正在被消滅中 過去 大概年紀大一點的 我不曉得現在有沒有 都知道小時候講 國語 就是好學生 模範生 我小學時候就是有這種的 可能我剛好住在台北 我是沒有被罰過啦 可是我就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他跟我講一樣的話 他就可以當模範生 那我不是喜歡當模範生 其實我是很調皮的學生啦 只是我覺得說 為什麼他 他跟我講一樣的話 老師就上台表揚說 某某某你的國語講得好好 自證腔圓 現在如果換作我們台灣人 在講國語 他就給我們污辱 換作我們客人在講國語 給我們污辱 高砂族在講國語 他就侮辱我們 說 你們這個很沒水 所以你們是很沒水準的 有口音 然後呢 他們那些中國人在講國語 有腔 有腔調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 外申伯伯 地方口音很可愛 有 我們台灣人客人在說話 哇你講那個好沒水準 是台灣國語喔 這樣在把我們污辱就有 有沒有 嘿 都有那種台客台妹在污辱我們 但是我要跟你們說 如果真的要罰錢喔 應該 罰那個臭頭的 他講的Q你們聽得有 他太太在講的Q你們聽得有 為什麼他們都沒事 我們都有事 因為他們在摧毀我們的文化 利用他們的媒體優勢 一直在灌輸我們 小孩子 還有大人 所以 我們現在去那街路有時候 聽到那個 阿公阿嬤在跟孫子在講話 喔我很想跟阿公 你的母語用什麼 就用你的母語去跟他講話 你不要適應小孩子 要小孩子來適應你 沒有過幾年喔 他就跟你說齁 我阿公阿嬤齁 沒有 他一定用 華語講說 我的祖父祖母很沒水準 都跟我講台語 都跟我講 原住民的話 你情何以堪呢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注重教育 而且呢 在道德教育上 我們一定要加強 呃 據我所知 日本有全世界 公認最好的道德教育 我們的母國啦 值得我們去驕傲 所以我打算呢 在我們正式執政之後呢 我要來 邀請很多日本的教師來台灣 進行道德教育 進行這種禮節教育 心靈教育 退休的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台灣過去就是 我們的台灣人本質在日 日本時代呢 這個本質一直還在 只是我們忘了 然後呢 我們被摧殘的 頭都抬不起來 都忘了自己 其實我們 真的是素質很高的一群人 大家都很善良 認真打拼 唯一願意為很多人 無限的付出 願意為我們自己的家園 無限的付出 所以呢 我打算請這些日本教師過來台灣 然後呢 請他們幫我們培養種子 種子教師的部隊 請他們來上課 用不錯的薪水 請他們來 供他們吃住 這種錢我會開 但是我絕對不會讓中國學生進來 一個月三萬五個 這些錢喔 我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我會請他們 進入每一個中小學 正式的去開課 平常呢 請他們來做 我們很多 種子部隊的培訓 等這些培訓好了 這些教師 我們本土教師 他就可以 進入我們新竹州的每個中小學 開始進行 很好的那種心靈教育 跟禮節的教育 日本在過去這麼多年來 其實 雖然 我們台日本 戰敗 但是我覺得 在過去這麼多年來 他並沒有因為戰敗 而 他整個社會秩序有崩潰 或是說 呈現一個社會不安定 開始有人在搶 或是說 做一些違背道德良心的事情 當然有 但是很少 那 我看過NHK的節目 曾經 NHK的節目 它報導日本人的犯罪率 那這個不用說 它是全世界犯罪率的 最低的一個國家 那有一點我也順便提出來 就是說 他們在調查的時候發覺 日本的犯罪率提升了70% 後來他們又深入調查的時候 發現 這個70% 裡面的70%都是中國人 在日本所犯下的罪行 你有當時想說 欸我怎麼會看NHK 我告訴你我日本人看不到 但是 因為我父母親 他們都是受日本教育的 所以我們家到現在都看日本電視 那我會跟著我媽媽看 那我媽媽就跟我講這個東西 他現在80多歲了 因為我媽媽也是 當然他們也都受過很好的 跟 萊州各位很多人一樣 父母親都受過很好的日本教育 所以他們對這種事情生惡痛絕 他看著看著看著就會跟我罵幾句 我知道 他不是在跟阿妹 他在罵 說 有什麼錢啊人 在那在念 我們日本 給他母這樣 那不管怎樣 這是簡單的小故事 主要就是告訴各位 就是說 我有自信 我們可以把台灣的這一塊呢 這麼好的一個教育文化呢 帶進來 那語言教育文化教育 我們都要跟著 一個 回復到我們之前真正有的那個水準 那就 這層心靈層面的方面呢 我會先做這個方面的動作 還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基本上我會把 美國的大學制度引進來 所謂美國大學制度引進來 就是說 我們課程自己去排 比如說 我在這個學校裡面設立的一些 比如說 軟體創作啊 漫畫創作啊 或是說 歌曲啊 音樂 等等 寫作 或是說 電腦設計 這些等等的創作 這些相關的課程 每個小孩子進來的時候 讓他們自己去選 他喜歡的課程 因為我自己是在美國受教育的 所以 我還記得 我在大一大二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接受 所謂的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就是說 他要求你每一個課 每一個學院 有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醫學院 好幾個學院 他要求你在每一個學院呢 都要上一些基礎的課程 上完了以後到大三大四的時候 你再去挑選你所喜歡的課程 進入一個比較專業的階段 所以 我們 要在通識教育呢 基本上 這整個課程的設計很重要 因為進入專業以後 他已經知道自己要什麼東西了 但是前面呢 像 現在 有一些什麼 不三不俗的東西 什麼 三民主義現在還有 我也不知道 不三不俗 但是我意思就是說 那不三不俗 什麼三民主義 那不三不俗 課程 全部都拿掉嘛 這一定要把它拿掉嘛 我們去做一些 真正對台灣有幫助的 要他去認識地方 包括 你怎樣去保護一個在地的環境 他可以在 譬如說 這個孩子他可能住在一個 鄉下 他很適合在幫地方的農業創造一個很好的管理系統 或者是說 他很清楚 這邊的植物生態的狀況 我們就他 我們就讓他跟地方的這些環境去配合 讓他到當地的大學去接受這些訓練 他可以回到家鄉 把他所學放在 放在 對他當地的鄉親 有幫助的地方 包括文化也是 那 所以呢 這些我們都要透過 一連串的整個工程的設計 去讓大家了解就是說 我們要回復的東西 我們要做的東西很多 也要讓他了解 大家了解說 我們不會去念一些沒有用的東西 要真正 你跟在地結合 那個才是真正有用的東西 甚至呢 我還在想 譬如說 我有一個想法 我準備來建設 只要我在任內 甚至就說 如果我把這個藍圖留著 即使以後我沒有當新竹州長 我希望呢 我們新竹州 有快速的道路系統 跟捷運系統 那透過這些 交通系統呢 我們可以把很多 現在 所遇到的問題把它解決掉 譬如說人口 人口現在是過度密集的現象 但是這些過度的密集現象呢 從來沒有人去管它 某一個地方 常常過度開發 人口過度密集 然後產生生活品質的問題 然後產生治安的問題 這些問題 當然現在政府 它不會幫你做嘛 你就越亂越好啊 無所謂啊 反正它有權領啊 對不對 你一個人 你 你台灣人 假設一個秘密財 薪水要照顧啊 你的品質生活品質不好 那你家的事情啊 它有公家配的房子可以住啊 它也不用擔心房租啊 現時還有很多人 百貨公家宿舍啊 那就不用說了 那事情太多了 越說越去 我就當去總統府啊 那我們就回到就是說 交通系統的問題 當我們把這些交通系統 建立完成以後呢 我 我們來規劃幾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 人口結構的問題 人口結構的問題 我們可以透過交通系統 去把它修改 譬如說這個地方 人口過度密集 沒有關係 我們透過這道路系統 或人口 或是這個捷運系統 我們可以改變這裡人口密度 鼓勵大家說 這邊交 某個地方交通 現在已經變很發達了 你不必一定要擠在這個地方 我們做這個適當的人口密度的分散 大家才會得到好的生活品質 然後呢 開始規劃每一個區域 有一些 有一些它的特點 有一些地方它的特點就是商業區 有些地方的特點 它就是具有相當高的觀光價值 我們就去規劃 譬如說 那個 現在桃園 八德 舊名叫做八德 它現在改做八德 三班名叫什麼八德 那這些我們都要把它名字都要恢復 八德要很好聽啊 改個八德 它呢有很多那個 而 茨塘 桃園縣 桃園 目前的桃園縣有很多那種小池塘 那些小池塘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那些小池塘是世界級的 生態 大家都不知道 也沒有人要去維護它 我知道有一些小團體在做這些事情 我也希望那些小團體的人 他們能夠加入民政府 我們共同來規劃 所有地方的事情 我們都希望說 現實是你現在地圈有人在做的東西 你們趕快加入 我們趕快來共同推動跟規劃 那那個皮堂呢 那裡面每一個皮堂呢 它建構的一個 這麼幾百年來 甚至可能上千年 它都有一個獨立的生物系統 這個獨立生物系統一旦被發掘以後呢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很多國外學者 他一定要來這邊研究 那他一來研究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帶動我們的觀光 帶動我們的 一個就業 對 然後 他一定要來這邊嘛 因為這個東西他國外沒有嘛 那國外沒有的話 他帶動的這些 他不可能說一天兩天 那人就跑掉了 他們那個都是長期待下來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資產 我們要怎樣知道怎樣去利用 這個就是說我剛剛講的 如果說我們把這些交通系統建立起來 每一個區每一個區的特色 尤其我們新竹州有很強烈的客家文化特色 我們為什麼不把這些元素全部加進來呢 對不對 監獄系統裡面播報的第一個一定是客家化 這些元素我們都可以加進來 車廂都可以做很多客家文化的東西在裡面 因為這是我們最重要的文化資產 包括語言 那如果我們沒有power的保護這些文化資產的話 我們會變成文化的流浪漢 你走到哪裡都找不到你自己的家 那可能有人會認為我是客家人吧 我不是客人 我爸爸重化人 我媽媽是桃園大溪人 可是 在新竹州以客家文化為主 過去整個台灣 我們被分化的很厲害 他現在都走去客人 就說那讓人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高山眾 啊 只要喝酒啦 對不對 然後跑來閩蘭人這邊也是跟你講說 喔 客人喔 射國欠啦 喔 怎麼樣怎麼樣啦 喔 說什麼很沒水準 喔 也在講高砂族的話 然後到高砂族那邊呢 他們又另外用另外一套在分化我們 真正本土台灣人的那種團結 所以我一定要把這塊把它重新建構起來 讓大家每個人都能夠互相相信 讓每個人都能夠心中有個信仰 就是這塊土地上面 我們每個人所做的事情都是 只有愛與信仰 你愛你的人民 愛你的 愛你的 相親父老 以及你對這個土地的信仰 土地就是我們的母親 那我剛剛講到 大眾捷運的部分呢 其實呢 如果我們再把它延伸出去的話 我們 跟台北洲跟台北洲燒隔壁嘛 還有跟台中洲燒隔壁 我也在思考就是說 是不是有沒有可能 這個東西可以延伸到台中洲 我們就沒有跟高砂族燒隔壁 不然就跟黃舟長 他現在的捷運可以延伸過來 那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只是說 在我們未來執政的時候 我希望這些 都能夠朝正面的發展 然後一一實現 那我們透過一個人與人之間的往來呢 把所謂的文化教育都建設起來 那我剛剛有提到一個所謂的在地文化 阿賢主席 哪有什麼在地文化 我每次看到那個什麼 中正路啊 中正路啊 我就想說 那應該該做外國路啦 什麼借壽有 借壽村 借壽路 我想說 那應該該做夭壽村啦 夭壽路 然後什麼中山路 那是上 出山路 我每次看到那個都很棄的 然後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那個名字都被他們亂改 改的這樣亂七八糟 那同有個復興鄉嘛 我也很想把它改成那個 不姓 不姓鄉啦 那大家看到這些都會 然後 開始就動我的腦筋想說 這些人齁 一天到晚只想反攻大陸啦 然後把台灣人這樣摧殘到這個程度 然後把每個族群呢分化的這麼嚴重 那包括很多高砂族的族群 他們本來都有很漂亮的名字 他們本來都有很漂亮的名字 我昨天有在我名單上面 我昨天有在我名單上面 當然高砂族沒有跟我們做那個參與 那個分組討論 可是我發現有一個人寫下他的日本名字 好 那個 我看得很高興啦 因為 我們本來就應該回覆我們應該有的名字啊 所以我有碰到 其實我們民政府來了有一些 有一些長者 呃 包括我們 我們火肉人 他來跟我說 欸 我的名字齁 我只會死死去啦 我可以寫這個名字嗎 我說當然可以啊 他是 他的日本名字 他以他的日本名字為榮 為什麼不可以 結果呢 我那天又聽到高砂族說 呃 他們 同樣的親戚應該同一個姓 可是好像一個被 刺性啦 被 流亡政府刺性 說 你生的酒 你生的丟 神經病啊 啊 明明他就同一個血 血源的 他說 叫人一個生的丟 就是他們這樣子在摧傳 所以我為什麼就很急著 一定要把這整個文化建構起來 這個文化建構起來以後 我們心中有一個很清楚的思想 有一個很清楚的思考範圍 我們不會被人家帶走的 齁 他 這種 這種情形 我們如果不改的話 真的 每件事情一天一天在消失 我們都不知道要怎麼辦就好 我就跟你說 各位報告 就是說我們真的會變成 文化的流浪漢 等到我們走的一天 我們是誰 我們都搞不清楚 那是台灣的半大悲劇啦 齁 但是 只要台灣民政府 跟我跟各位保證 這種事情絕對不會發生 還有農業與農民 醫療絕對免 絕對是免費 他們現在去什麼 難民醫院 有不齁 都什麼農民醫院啦 那什麼難民醫院 難民醫院 難民醫院只是在去 照他們中國人 他哪時候尊重過台灣人 我就說了 剛剛那些歐巴桑 他的健保費 絕對付不起 那你們健保局 為什麼還要叫人家付健保費呢 還有年終獎金可以拿 是不是很過分 那很簡單 我先不批評 我們就 從有建設性的思考來看 我們的農業與農民 是我們的根 如果沒有吃到東西 大家肚子餓怎麼辦 就沒有 沒有力氣做任何事情啊 所以這個才是最值得我們尊敬的 所有的農民 才最值得我們去尊敬的 你看 我們在 最近那些七十八十 都在顧山水啦 然後果園 這我們 我們在 我們現在有很多農民 然後我們那個 同心有很多農民 然後第二代也繼續在務農 養雞 養鴨 養豬 然後我們那個 潘良華副主席 他對這個農業管理非常的熟悉 他對這個農業管理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會 我會跟 我會去請教這些人 我們怎麼樣來把 台灣的農業帶起來 把農民的生活水準給他帶起來 這個秘書長也有交代過 所以我們要考的是 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現在細節沒有辦法講很多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 呃 整個大方向是這樣子在走 那你看看 我們每次在做烘胎 然後 哇 那個菜喔 貴的不像話 可是農民他有沒有賺到 他完全沒賺到 啊 像我自己齁 很愛吃牛丁的 可是我跟各位報告 我自己 幾年前我去買那個牛丁時候齁 我看那個馬賽要練下來 一顆一塊啦 要買來吃也不是 不買也不是 怎麼一個牛丁這麼好吃 一顆一塊 然後他要經過 如果你們到 如果各位有機會到那個雲林嘉義去看齁 那個牛丁齁齁 差不多哪一個山呢 啊大家那個歐巴桑齁齁 小孩都在那包 那為什麼 到市場上 他只變成一塊錢 為什麼沒有辦法去 用一個相對的回饋 來讓他們覺得就是說 他今天做這個工作是 很有價值很神聖的 這是我們老爸要做的工作 像那個台灣的芒果很出名啊 據我所知道齁 在日本齁 我們母國齁 每年齁 好像已經連續三四年齁 美國那個不是美 black 芒果 芒果它是燳連第一名 我們台灣外銷出去的 可以做得到 而且據我所知前三名好像有兩名是台灣出去的水果 我只記得芒果一個 那他前排了前五名還是前十名 这些都是很棒的农产品 我们台湾人可以做得到啊 而且可以透过这些农产的外销 不但可以赚很多外汇 而且他们一定会来台湾吃 因为这个可以发展出很多产业 包括什么产业 包括 这个就会包括在我们在地的特色里面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它种的东西都有它的特色 你别的地方抢不走 外国的观光客就会进来 包括我们自己台湾的乡亲 如果放假的时候 一定会想去看去吃 所以某一个地方 当它的特色产生以后 你怎么抢都抢不 怎么抢都抢不掉 那像现在淡水 那个淡水 假日去那个人潮吓死人 那你说它的特色是什么 其实说实在我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捷运有过去的关系吧 然后还带一点那种台北 台北它那些拥挤的线枪那边比较没有 或是怎么样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 我们可以把很多的特色带起来 那这些特色呢 我们就要跟当地的 包括各位 以后你们都是重要的干部 大家一起来讨论 可以跟你们的州长去讨论 我们怎样去建构一个当地的特色 这些好的东西留在地方 让国外的进来 让我们台湾自己的乡心都可以去享受到 然后大家生活改善 除了当然 本身台湾民政府会给大家的福利很好以外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得到我们每个人生活上的价值 然后每一个做这些产业团队的价值 你会感到一个荣誉感 然后当地这些乡镇 他们都有荣誉感 他们会非常乐意的去 到全世界各地 到碰到人就说 我这种山子 我这种年末 我那种古山祖 我这种什么什么好吃的东西 别人学不来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保住 保住以后呢 这种特色一产生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的财源 而且这个财源不只是有形的财 而且无形的财 你可以世世代代都传下去 那像这种价格的保证方面 我们会在透过那个产销体系 产销的体系我们可能需要 我这边不能讲太多啦 因为这个牵涉到很多利益结构 庞大利益结构的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最基本 这个产销结构 你怎么去变 最基本就是 你一定要保障农民 那计划栽种 计划栽种 应该你们都比我懂嘛 就是我们不要说 这个东西价格好 我们就在种这些东西 有东西价格不好 然后青菜放在那儿都不管它 然后结果呢 同一个时间大家都种同样东西 过几个月以后生产全部都 生产过剩 结果就要造成那个价格 掉得很厉害 这些我们都要透过一个 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 去把它建构起来 那让台湾的农民呢 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那这些其实农民的福利 我们可以做很多啦 除了本身农民以外 还有他的家庭 我们都可以照顾得到 因为这个农民呢 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台湾一直都被忽略 那可是 可是 说实在 流氓政府它才不管你啦 它就在家吃喝拉沙碎 它哪会想到 它今天如果有感恩的心 它不会做到这个程度 那还好啦 它不感恩啦 所以我们 可以去顾美国啦 它如果懂得感恩 大家过得很好 大家就不会想去告美国了啦 好 这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在地的文化 那我们人 我们人与土地 在地文化 有很多 它有非常非常紧密的结合 包括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地名 哇 那什么 出山路啊 外国家啊 什么这些东西 夭壽串啊 这些东西 那这些我们都要去把它改掉 然后呢 学校的名字 学校的名字 很多学校也都用这种名字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说 如果说当地我们之前 有什么好的名字 客家的名字 我们就回复客家的名字啊 某某小学啊 那真可愛 听了 八德国小把它改成八帝啊 八帝国秀啊 八帝国中啊 这种很好听的名字啊 那我那三八的什么 陆光 陆光 陆光什么 国中国小 我还没记住 嘿 我看那些都很想起 所以这些我一定要去做 校名 这一定要去改 然后揭名 只要不符合 我们人文价值的东西 我一定都要改掉 这些人文价值 你不去保存 你用外来的这些东西 我们只有看 眼睁睁的看 我们自己的文化被破坏掉 所以这些东西 我一定要把它改掉 不改人 往后中啊 很简单啊 不改我们就换掉嘛 那换到他愿意改 不过他可能 这些人大概来不及了啦 因为已经很多人准备 我们已经准备 要去接受这些学校 好好的把我们的文化带回来 这是我们最大的机会 让大家好好的去发挥 所以呢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准备 随时准备 我们要接受这个政权 让我们的子子孙孙 相亲恢复到 原来该有的那种文化的面貌 那这个也是我刚刚在讲的 有很多在地的人 他有在地的元素跟特色 元素的话 高沙族有高沙的元素 这里面的元素是什么 我们去找出来 客家有客家的元素 我们要去找出来 好 这些元素加进来以后呢 就是我刚刚回到 刚刚在说的 教育跟美学这部分 我们的美学 我们不要去抄袭 我们不要说 这个国外的那个 好像很漂亮 错了 你设计 你绝对不会赢过他 因为你是抄他的东西 而且 这些西方文化 其实他真正尊敬的 他真正会对你产生尊敬 是你对自己文化的信仰 以及自信 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创造的 所以 我们知道客家有铜锣花 有麻吉 有这些这么好的东西 我们把这些元素加进来 我们把这些元素加进来 客家人勤劳 刻苦的精神 加进来 他的花铺那些都是很棒的元素 我们把这些人文价值加进来 加进来以后 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模型出来 这个模型就是我们未来要建构我们整个新竹州的一个 一个 每个小螺丝钉 这个螺丝钉建构出来以后 我们就一个很很漂亮的东西出来了 人家都愿意来到我们台湾来看 然后跑来新竹州 让他一日游二日游还不够 还有三日游四日游 甚至一个礼拜 甚至要常住 然后我们又可以跟很多州去结合 今天来这算两天 没有去那一周又算两天 我们把这整个观光的连线连结起来 把所有的元素都连结起来 这些就是我们要去做的 那不会说因为这些产生矛盾 最漂亮的东西其实都是在当地的东西 而不是说我们要到国外去抄袭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思考 那我们可以作为借鉴 但是那个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我们真正自己的文化精神在里面 讲那么多 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 很难去实现 所以我就想到就是说 那我来做一个模范城市 来造正 重新规划 这个规划就是说 道路啊住宅人口商业教育环境 以及区域的密度管制社区重建 因为这些重建以后 我们去做一个新的城市出现以后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我们越来的 未来的远景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像我们今天 到处停车都不方便 你除了到乡下或是比较偏远地方停车方便以外 哪个地方停车都是不方便 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造正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去重新规划 人跟车是分道的 然后呢商业区不再那么拥挤 不必说现在并排停车 那很多事情我们现在要去想象很难 可是我有把握可以做得到 这做得到的就是说 我可以去造一个模范的城市 它有一个标准让大家以后去遵循 甚至有一个标准让大家去做一个修改改良的 可以做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一直下去 一个做一个很好的模范城市 让大家看到就是说 我们自己应该住的地方真正看起来就是要这个样子 那种品质一旦出现以后 我相信这个概念 在每个人的心中建立以后 就你要回到原来之前的生活就会很难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想说 其实我们有能力 有足够的经费来建造一个模范城市的话 我要去做 这个模范城市目前的人口 我规划在5000个人 地方多大 要请专家来跟我指导 那基本上5000人 我认为是比较适合的 这也是我刚刚提到的 交通啊 州立啊 捷运系统这些等等 那它这些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地方去设计 规划每一个站每一个站它有它的独特性 它这个站是属于商业的观光的或是属于住宅居家型的 媒体媒体非常的重要 目前当然我们现在媒体都收到流亡政府的掌控 可是呢 以后我们执政呢 我一定要成立一个州立的客家电台 广播电台 而且是国家级的 因为全世界目前所有做的最好的电台都是国家或是公营的电台 因为为什么 它没有商业的挂钩在里面 没有商业利益 它不必担心广告 所以所有的创作者 它可以随心所欲 它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它想做的节目 那我们一旦没有商业性质加进来以后 我们就不会受到操控 最近媒体也是闹得很厉害啊 为什么闹得很厉害 因为它有商业的浓 非常非常浓厚的商业气息啊 甚至在后面有很浓厚的政治操作在里面啊 但是未来呢 我们这个媒体呢 我们一定要成立 这个本体就是说 以每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 不是以厂商的利益 不是以政治的利益为出发点 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 把正确的东西抛开 我们人那种贪念 那种思念 去做一些真正好的节目 来让每个人观看 然后让我们下一代 每个小孩子都很健康 社会秩序 我简单的这样子说 我不能跟你们说太多 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很多这个司法的问题啊 那那个讲太多哦 那有的派人会怕啦 想说你们这个人在派啦 但只是简单讲我们要重新建立 我简单讲一个就是警察权的问题 目前台湾的警察权非常低 那公权力都不够 因为我担过美国我就知道就是说 他们的警察权力包括日本有多么的大 像那种酒醉驾驶啊 那种都当场扣押的 甚至有的交通违规 我自己没有亲眼看过 可是我一个朋友他亲眼看过 说有人交通违规 不听指挥 警察当场把枪拔出来 那这个过程怎样处理 我们先不管 也许有很多技术问题 可是我举这个例子 重点就在于是说 我们的警察权不够 所以很多你看违规驾驶 酒驾 都是人都没事情耶 你有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撞死人都不用负什么责任啊 那这些都是以后我们要去改善的 其他的事情 亲民人来帮帮我一起想 有很多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那一个州长呢 有限 这么多的副州长跟厅长能力都有限 还是需要每个乡亲 来一起 我们大家倒想啦 那最后想请问各位一件事情 饿了吗 你们不饿我饿了 我们过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要建造一个 永续平安的社会 那这个永续平安的社会呢 决定权不在我 在各位 谢谢各位 感谢各位 假的 我都要了 我都要了